用手做 用手做 我們小朋友的年代 他們沒有攪拌機 而且他們都是一桶彈漿 他們就要用手去攪拌 攪拌手也很遠 攪拌手也很遠 我親眼見過他們這樣做 學習成功 讀完書其實我都是做IT 都做了一段時間 我做的那一份就昔眉 研究一下自己做的東西 要做些什麼 要低成本 一個人都做到 唯有賣小吃 開始想做咖喱魚蛋 但因為附近這裏 有安里魚蛋粉 做咖喱魚蛋可能 未必會有這麼理想的效果 研究過收集灣 其實沒有雞蛋仔店 所以就考慮做雞蛋仔 這個位置是比較偏僻的 當時沒有那麼多食肆 沒有人知道 這裡有雞蛋仔賣的 其實開頭幾個月 曾經一天 只是買到三大雞蛋仔 開頭都艱苦 後來就慢慢逐漸 那些人吃完都回頭 也開始有 那時流行那些博客 寫一些博客 都有一些博客報道 亦都有人過來找 那就開始 開始旺 不停有人來光顧 還有我們自己 都會有新的產品去研發 不斷都有新鮮感 十年很快過了 自己都不覺得 南網 有去了容祖兒演唱會 謝庭峰找我做十二度風味 其實第一件南網是 第一個報道 在報紙 其實不是報導我 那些雞蛋仔 反而是報導我 他們的點名 就是由李璧環 點名讚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 真的很難忘 那時最開心的事情 其實在食材方面 我們來說 都是用一般的材料 我們就避開不用美國雞蛋 因為美國雞蛋的蛋白 成分是比較稀 可能沒有了黏性 雞蛋仔好吃 其實重點是外脆內軟 其實我們做的雞蛋仔 就是一半空心 一半有餡 有些人會說 蛋香味 其實麵粉香味都很重要 吃的時候 我們本身是這個雞蛋仔 還有會放進風扇區 吹吹才入袋 其實入袋後 給到客人手上 最好就是馬上吃 那就是吃的黃金時間 如果你放久了 其實點都會比較差 重點最好是不要入膠袋 一入膠袋 它就會馬上軟 雞蛋仔是不會吃不完 因為一個好吃的雞蛋仔 你吃完一粒 就再想吃第二粒 你會覺得 你吃完了 只有這個不太好吃的雞蛋仔 才會吃了半底之後 發覺算了 我還是不太想吃了 會有這樣的感覺 雞蛋仔 是一個全程用 人手製作的港式食品 如果要說到 人手製作的華丸產品 就要提到 華丸和風燒腸 華丸和風燒腸 是以人手用0.3mm的腐皮捲成 而捲的過程中 技巧要拿捏得欠度好處 捲得太緊的話 就會好緊 炸不透 捲得太鬆 又會吸油太多 就會影響產品的 愛脆內鬆口感